这女人 别跑了 越跑 我就越兴奋 你又是谁吗 女人敢碰我 守不了这 威胁我 没有人能威胁大韩财阀 什么可是大夏 小妞 大夏不是你姨之邦吗 我就是你们最尊贵的宾客 快过来陪好宾客 什么时候杨阿姨 也是大夏贵宾了 大夏敬畏 轮不到杨犬逃费 什么 扯死我 还把他带去我房间 什么 小子 到底是谁 我汉家儿女 轮不到三邦人 大夏敬畏 杨犬逃费 你敢得罪我 我不仅是大韩财发的巨城人 还是江南王的门徒 门徒 放肆 王爷那世界第一组织 天师傅赤风的江南魁蜀 打下江南王 你敢直播他的明会 江南雷魂蜀这天 号令天下谁不走 好一个江南雷魂蜀 则天 你可知他见了我们 也须尽一个人 哼 你三番两次羞辱王爷 底下半上目不尊卑 这就连世王爷 等他过来吧 看你怎么死 不用 我帮你交吧 太太子 万万 同学 天天想 雷魂 你就想要这一位破农前 召唤王爷 你真是傻 可爱 没点断 原本能够前 万万家战 天下何人 他不无从 你别人脏了 雷魂闹 住手 住手 王爷 您怎么来了 走开 江南王 雷鹏 天师辅沙时 有惊者 参见天师 天 天 天师 雷鹏 你的好温度 自称大厦贵宾 要如我汉家儿女 属下之罪 来人 把他拖出去 打顿双腿 无数将来 王爷 饶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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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 王爷饶命了 属下 御下无言 还望主上得罚 这次 就算了 再有下次 江南崇明 谢主上荣恩 起来吧 为宋家造势之事 办得如何了 骑兵主上 大厦帝君 得知你要为宋家造势 破例册封你妻子的弟弟 宋家上主宋丰 为大厦公爵 你光要宋家能美 帝君有心了 主上 属下广腰江南望族 于明晚以招标之名 举办黑精晚宴 属下会宣布 您的妻子 宋婷婷小姐 成为黑精集团的 战略合作伙伴 这是 这是什么 外界并不知 宋家崛起 是靠您扶持 导致您吃软饭的谣言 是小沉上 属下怕 对您不利啊 三年前 我被宋天风所救 他因此身死 我遵起临终一言 娶了婷婷 那会儿正处于宋家低谷 为了不让婷婷有压力 我一直暗中心 现在宋家崛起 婷婷功成名正 是时候 告诉婷婷我的真实身份 我决定 明日再向她谈 还是主上考虑周团 因为自己人有故事 也要考虑宋小姐的感受 能够助上心心 只属宋小姐三生的心 嗯 路上 这是宋家 专属青天 请您收好 他昏迷了 你们这网呢 是 是 天天天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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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天 天 你 你 张罗 你送哪吃了 现你十分钟内果回来 我 我 把这个交了 你什么意思 你还有脸问 我姐绝色倾城 运筹为伍 执掌宋家摆一字 群下之臣 如过江之计 我爹年少有为 气势如 在大夏军中展露风采 未来前途不可限量 可你了 三年来一师无成 一师宋家都喝宋家 难不成还想让宋家 赢你一辈子 这是你的意思 还是你景的意思 重要吗 如果是婷婷的意思 那你让她来跟我亲自说 我姐就在跟江南 十大才军之首 周怀与周公家 哪有够离女这个费用 什么合作 能比离婚更重要 你也不撒泡尿照着你自己 跟你离婚也算什么要紧事 痛快地把自己敲了 我们还能少一点补肠 敢闹是 一分钱也拿不到 我说了 我说了 要我离婚 让她亲自来跟我 张如 林林啊 你知道你没跟我说什么 死缠赖达有意思吗 死缠赖达有意思吗 宋家现在处在崛起的关键时期 我不想在你身上浪费时间 你想要什么 你直接说吧 宋家崛起 对 宋家现在得到了一步登天的大机会 算了 我跟你说这些你也不会明白 直接说 你想要多少钱 是因为黑金晚宴吗 你怎么知道 姐 她连这种事情都不听 肯定是想狮子大开口 我没想到 你是这种人 我给你两百万 够不够 这就是你对我们 三年感情的估值吗 你我之间本来就没有感情可以 如果不是我父亲临终之前 给我嫁给你的 我根本不可能和你成亲 我忍了你三年 你毫无掌机 这场婚姻强行绑在一起 只会浪费我们彼此的时间罢了 我这三年的付出 就没换得你一丝的真情吗 感情值几个钱 强者向来与利益捆绑 穷鬼才会拿感情说事 我姐要的压根就不是你的徐寒问问 她要的是权势 金钱 地位 可这些你都给不了 婷婷 你是这么想的吗 瑶瑶的话 虽然直白了些 但是总归道理没有错 门不当户不对 这段感情本来就可信 好聚好散 对于我都好 好一个 门不当户不对 你可知 你我之间 确实有人高攀了 但那个 不是我 不是你 那还能是我姐 论下嘛 我姐绝色倾城 燕贯江南 论能力 我姐凭一己之力 带领濒临破产的宋家扶摇直上 登顶南省之首 论感情 我姐养你三年 人之一尽 而你 除了混吃等死 一无是处 不是你高攀 还能是谁 一派胡言 你们可知 宋家的这一切 都是我给的 笑死人了 姐 你快听听他在那 说些什么话 够了张璐 你现在 居然连我的功劳都敢抢 你不信 信 信什么 信 在这大放厥词吗 周少 您怎么来了 你外套往我床上了 我给你送过来 谢谢 床上 你不是说 去谈合作了吗 你是见识浅薄 还是思想愚昧啊 酒店房间里 就不能谈合作吗 我跟婷婷 谈得很开心啊 张璐 你给我收起 你安装的思想 我和周少 谈的是正经事 哦 前来你就是 那个大名鼎鼎的 软伴男啊 认识一下 在下是四大家族之首 周家敌长子 周怀宇 目前天职 天师府寻查圣史 你 天师府 寻查圣史 不错 我有幸结识当代天师 深得天师青睐 天师亲职我于寻查圣史 哪怕在强者如云等级森严的天师府 我的地位也仅次于三大神王 就你 也配 我不配 谁配 那你可知 冒充寻查圣史 其罪可诛 够了张璐 你有什么资格置于周少 你够看清楚了 周少不仅帮助我们宋建 牵线搭桥 引进了江南豪门 更是连象征着权力地位 千金难求的黑金晚宴 邀请函 都无偿送给我们宋家 可是你呢 你自私狭隘 除了无能狂怒 你还会干什么 我自私狭隘 我无能狂怒 一张邀请函而已 至于让你这样 变得翻脸无情吗 你知道这张邀请函的分量吗 像你这种坠绪 一辈子也得不到 一张邀请函而已 那你看 这 什么 什么 金龙邀请函 金龙邀请函 连宋家都不在首邀之列 你怎么拿到的 这 这怎么可能 我送宋家的都只是凤卡 这张 竟然是龙卡 你怎么会有 黑金晚宴邀请函 一张邀请函而已 我想要多少 就有多少 这不可能 给我看看 程邀章先生 明日七点 立临晚宴 雷鹏敬上 雷鹏 这邀请函 是假的 假的 周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看那个洛国 写的是雷鹏敬上 雷鹏是谁 他是天师府赤锋的江南魁少 黑金集团的总裁 连我父亲见了都要俯首成全 江南界 谁有资格 上他敬上 我有 你还装 连我们周家都是银粪卡 你有什么资格能从江南王手上拿到龙卡 你不行 不代表我不行 够了江陆 没想到你现在 为了虚无缥缈的面子 你不仅装腔作势 还好言无耻 倘若之前我对你 还有一丝瑜琴的话 现在也淡然无存 我做的最正确的决定 就是跟你无故 没想到 我在你心里是这样 既然如此 你想离婚 那我成全 记住你今天说过的话 希望天来 记住你今天的选择 希望将来 你别后悔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后悔 这张卡里面有两百万 你拿去 我不需要 姐 你管他死活干什么 不要最好 最好之前饿死 免得以后还要来留宋子 严严 你看你一份好 他却不履行 好了 别得想了 我收到消息 明晚江南王会 亲至晚宴 到时候我给你们引荐一下 如果得到江南王的赏识 宋家 立将军事 快宇哥 你能帮我们引荐江南王 这有什么可信价 别忘了 我是天师傅 巡查圣事 江南王他也得给我 那我们姐妹 以后可需要靠您了 好说 据我所知 宋家从激临破产 到迅速崛起 甚至得到黑金集团青蓝 是因为宋天方跟天师傅有关系 然从这个坠续 宋世姐那花就是我的当中之后 我就能真正的进入天师傅 此事 主圣 宋小姐辜负您三好意 要不要取消黑金万一 不必了 就当我帮他最后一 是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是不可能挑战的 你也可以跟我提接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如何到今世 我 张卢 何须他人庇護 还嘴里没有宋家用的精神 今天已经跟你离婚了 没有资格出现在这里 我的资格不是他人给 至于宋家 你说谎 不是我靠宋家 是宋家靠我 你真是玩意儿 吃里怕外 你还有脸说出这种话 够了张卢 你太令我失望了 你听听你这说的都是什么话 这个是江南王举办的晚宴 我不想跟你吵 请你离开 得罪了江南王 你十个脑袋都不够看 小活命 赶紧滚 一口一个江南王 看来江南王都是你的眼中高不可怕的大人 但你们可知江南王见了我 也要 什么 张卢 江南王的名字 其实你能守护的 他一句话就能定你生死 你快住住 定我生死 他干嘛 你这个废武贤伏 他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这个当中十五江南王 真是 下 好 让你死地厚 出外 这里有人自称 张南王见了他也要无数生辰 可有谁认识他呀 是谁大言不惭 敢灭是王爷呀 吵死 是谁大言不惭敢灭是王爷呀 董王 我是江南昭家敌长主 周怀宇 这位是宋氏集团总裁宋廷 宋总 王爷有交代 今晚要对宋总恭敬有加 我 周公子 刚才是 怎么回事啊 我 虽然为宋家坠续 一混吃等死 一死 他怀恨在心 混子可以接晚宴威胁宋家 刚才就是他羞辱 妄言江南王见了他 也得武手成臣 庶子 哪敢羞辱王爷 死最难逃啊 区区将能 有何不敢 胆 找死 你 还没资格给我引死 我 没资格 哈哈哈哈 你可知 本座 来江南王麾下诱护法 金刚龙王 娄爷 好一个娄爷 你连金刚龙王都不放在眼里 那我金刚龙王 你岂不是也撑不上 你说对了 再我也 惊了 你要出手 这万人 是江南王麾下的主流金刚 代表江南全是套奸 连我四大家族 见了也得一领相待 你居然口出狂言 属十多 江罗 赶紧跪下认罪 你死不死不中了 你可别怜怜我们宋家 江罗 你到底能不能有点理智 不是我独虑 他们狗配 小小无名之辈 你 竟不怕我二人放在眼里 来人呐 拿下他 乱七手脚 沉浆未遇 上 为了他 谁敢 住手 谁点你 惊扰我家肘上 痛不天了 主上 你是谁啊 敢闯黑金晚宴 主上 这些人对你出言不许 要不要废了他们 废了 废了 你是谁啊 吓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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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做任何一人 垛顿走 江南都要颤三颤 我们不是巨公 是啊 井里之光 坐井观天 死到人口 尤为可知 呵呵呵 就来一句 你算什么东西 连整个江南都不放人 这样 说出你的身份 让我们找找见识 不配 我们不配 还是你不敢的 小子你找的也不错了 只是 忍心要适合而止 你 蛇火烧身 滚开 什么 什么 也不要太认真 以免 蛇火烧身 滚开 你们敢打我 我乃江南周见 听张子周怀宇 江南周见 莫留四年 给你今日之表情 周见 你可以江南除名 原来 还是个武道中人 难怪会口出狂言 只可惜啊 你来错了地方 黑金晚宴 可容不得你撒野 念在同为武道中人的份上 给你个臣服的机会 跪下求饶 让你不死 臭婊子 敬酒不迟迟罚酒 好 今日 我二人就带王爷 闪了你 王口的江南 你们可知 昨日死时 他还在给我下跪 周怀宇 你疯了 你当这两大金刚的面 还敢大放厥词 难道你不要闹到一发 不可收拾的时候 让这里的所有人 跟你陪葬一下干系吗 我 不是你闹是谁了 你就是个疯子 自我在 上一眼没话 你们就对我连番羞 我只是反驳了一句 就要到我手去 这叫我闹 闹的是你们 别狗咬李冬兵 不是好人心 我请不够革新劝你 是为了你好 配我 不用说的盗毛二人 他为的是宋家的利益 你 你们才给大家上课呢 你们也配 两个事情凌弱欺软怕硬的东西 好多刚才进来的是江南 借你们十个大 也不敢不分青红浩白 一流而上 断其手情 你们只敢事情凌弱 那 你们选错了对象 我 张卢 在这个世上 无人可如 我 张卢 在这个世上 无人可如 我 张卢 在这个世上 无人可如 我 我家王爷 尚且谦逊三分 你比我家王爷还狂 华众取宠 自以为是 真以为 有他的庇护 就能在江南 无法无天了 取取江南王 我家主上想要换掉 一句话而已 换掉江南王 你是不是演戏也上演了 他给你多少钱呢 让你不要命的陪他演戏 华语哥说的对 这废物就是我们宋家赘婿 你被他卖了还不自知 有眼为之 短见佛师 怪不得主上不断帮扶 宋家也才百力神经 真是烂泥扶不上去 你说什么 宋家能力浅迷 德不配位 就算有通天力量帮忙 也只是三流神经 云木就是云 永远成不了无知 不 笑话 我看你才是有眼无珠 宋家岂会靠这个废物帮我 他就是个驱逐 他也配 真是替你感觉都不值得了 你对他已经是质疑 他却想冒了功劳 将宋家置于死地 姐 你废物心肠态度 我们绝不能认他胡作非为 张璐 我跟你成婚三年 哪怕你终日有手好险 不思进取 但离婚之时 我怕你饿死街头 也仍愿意给你补偿两百万 可是没想到 你居然恩将仇报 不仅抹黑我宋家 甚至将我的功劳 揽到你自己身上 当真是可笑 可笑的是你 是你们宋家 你们宋家当时濒临破产 到后来迅速崛起 有万千个项目找你们合作 你真的以为是你自己的个人能力吗 不是我还能是你 没错 够了张璐 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你自己什么能力 你自己不清楚吗 如果不是我们宋家 你早已饿死街头 你记住 宋家有经典 全是我宋婷婷 一人亲手打拼出来的 跟你有任何关系 从前你站在我身后 现在你站在她身后 你就只会躲在女人身后吗 正如在座各位世家所言 我对你张璐以仁之意尽 倘若你还有一丝良知的活 就不要一错到底 我帮你最后一次 如果你愿意跪下来认错 会替你求情活命 我张璐的命何须你来求 金哲 帮我清出一条道路 今晚我就坐在那主位上 看谁敢要我的命 静泽 你那救命恩人找到了 是谁 对方叫张璐 是宋氏集团总裁的丈夫 一个上门女婿 此刻正出现在黑间晚宴上 遭受众人围攻 什么 宋家对她的风评很差 说她是一个混吃等死的废 宋婷婷已经跟她离婚 离婚了 难道这就是天意 您怀疑她就是您的未婚夫 十年前 那位老者救我一命 留下信物说十年后 我的夫君会救我于危难之中 我相信就是她 一个预言而已 怎么能当真呢 您是中州王庭郡主 而她是宋家坠婿 还刚刚被扫地出门 不可能是您的未婚夫啊 能进入黑金集团至尊包厢 绝非普通人 是宋家有眼无珠 给我准备签一家装 我要登门求亲 是 清哲 帮我清出一条道路来 今晚我就坐在那主位上 看谁敢要我的命 遵命 王爷的位置你也敢坐 你嚣张的时间够久了 来人呢 打断她的嘴 上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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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胆 王爷的位置你也敢坐 那我们走用金刚子空气吧 马上滚下来 你可是你做的什么事呢 江南王 你这是当众的江南王的 本来还能留个全尸 现在就要错 张璐 他在干什么 你快下来 姐 他都快把宋家害死 你还管他死活干什么 你就不要再对他抱着坏心 他现在彻底的对着 江南已经没有他如是之地了 对对对 姐 我们赶紧跟他化行见线 可不能被他牵连了 刘宇 你时间不多 你现在不跟着他有关系 你和江南王 姐 难道你要为了这个废物 让我将外界不送吗 我知道了 张璐 近日当着江南世家的名字 你送去 与你化清借性 战务瓜哥 张璐 近日当着江南世家的名字 你送去 与你化清借性 战务瓜哥 你确定正确 该说的都说了 该做的我也都做了 你就不切 从今往后 你张不再是我宋家 你的所作者 总终成败 顾将与宋家 再无关系 好 我记得 你根本不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 你还是管好你自己 宋家已经跟他断绝了关系 他背后的靠山已经没了 因为他就是死有一条 你都是靠来 能王 能王 一会儿江南王就到了 若是看见神子坐在主位上 要不杨威 想要被脸上掩窝 绝不能让王爷看到 等王爷来之前 将他除掉 那就 心口 能让我们左右清张 亲自出手 你也能 足以为要了 临死之前 留去遗言 临死之前 留去遗言 你们也可以让我留意 我这身抬举 老王 杀 我们一起杀了他呀 你 灵空画幅 你 你是盗门中人 这是给江南 一个面子 要不然你早已身手立处 还不想 喝死你 这 小子 居然是盗门中人 就算盗门中人就不够 身下盗门三千万 唯有天师府成熊 其他盗门 接龙 哦 是 小子 别以为你抢了一个盗门中人 就会嚣张至极 现在是二十一世纪 一个普通的盗门人 对我来说一文不值 请你 就让你见识 什么是真正实力 诸位 我江南昭家独子 周怀宇 今晚要诸杀子子 儿等可愿追随 儿等可愿追随 我能忘 你们还在犹豫什么呀 他们刚才可是把你们的脸 安在地上摩擦 难道你们怕了吗 别忘了 江南王是天师府的人 丢了他的脸 就相当于丢了天师府的脸 你这后 可笑 我 金刚龙王 萧枪龙 我 金刚龙王 寒山龙 愿遂召售 凸杀死的 那你们呢 我还死啊 太羞肠了 他们这边 能怕什么啊 这怎么办 我们应该为人 刚刚此子 羞辱江南诸位 难道你们就没有一丝陷阱 这此事就是传出去 江南侯墙足克力福啊 哈 小岳 这就是全世界的力 你说你拿着二百万加着一把狗活鱼是不好吗 现在 非要把自己给作死 张罗 你为何要去 话不能说 他能你跟这个江南诛杀 也算他人生高光时刻 这次 该说你了 就凭这些歪瓜烈子 别想诛杀我 你们还不够合 就凭这些歪瓜烈子 别想诛杀我 你们还不够合 今日 我将写整个江南里 朱杀你 断你生路 江南周家里 我没记错的话 江南周家还欠我一枚同前战 不错 当年周家兵临破坏 家属周盛局会在殿外 七天七一 上穴见下同前战 好 那就让他滚来 见见他的 太像有意外 童贤落地 天下不够 秋水君 我来救 童贤既没破童贤 才有个配用 不知 你可知道这枚童贤代表 这是你父亲 当年欠下的铜钱债 铜钱落地 三分钟内海到此地 跪地听令 放肆 你敢证入我父亲 我今天将你千脏万剐 愚昧 张弩 你先得罪了江南王 现在有得罪周家主 到底想干什么 一群同气 都强了你的底气吗 下重不可语 三分钟后 便知分析 难道 你们连三分钟都能解 小臭手 你孤独贤虚 不就是为了拖银时间吗 我偏不如你 连这狗人残喘 三分钟跑 便不给你 乖 赶紧动手了 好 送他归系 收下人家周盛军了 住手 爸 你怎么了 爸 你怎么了 你怎么在这 你可曾看见 你没从前落地 什么从前 您这是从前而来 你看见吗 他在哪 你什么你 快说话 找不着眼废 大闹不贵 我就连和组约金刚 以及江南豪强 给重杀他 然后他就扔了扩银手 就说让你快听力了 什么 你是不是知道 你闯了大祸了 是同前的人在哪 我在这 周盛军 生了个好儿子 黑白不分 仗势欺人 一言不合 就要断人生路 真是好威风 天师父 罪与周盖基 是让你们周盖 事情灵弱的吗 将来周盖中盛军 勾结上师大人 我叫祖方 求大人责罚 求大人责罚 爸 没什么贵他呀 你子 你还不跪下 可同谢罪 你是个货 他就是宋家废物追剧 有什么贵他 你要不来读者 他已经死了 你子 你还不给我闭嘴 你是怕是我死 还是周盖灭亡啊 你打我 从来没打过我 因为一个废物打我 你给我闭嘴 我为什么闭嘴 你子 你还想顶嘴 我 住手 周盖主 你为何打周公子啊 我叫许儿子 又不是二位管 这里是黑金晚宴 不是你周盖 你在这里动手 本金刚是管得了 龙王 你好歹是江南王的嫡系 连这枚铜钱 都不认得 真是可悲 可笑 不就是一枚破铜钱吗 能有什么天大的背景 天使铜钱万般债 天下何人敢不从 这铜钱就是天使铜钱 你说 有没有天大的背景 啥 天使铜钱 他岂不是来自天师府 我们铜破天了 这女者 你们是铜破天了 天使铜钱乃天师府无上机缘 掌控天师铜钱者 必定是天师府绝对核心 你们得罪了真正的大人物 这 怎么会这样 我 你 你不是说他是 他是他们宋家的 废物追戏吗 这不可能 你搞错了 宋家主 你肯定是搞错了 他可不是什么天使铜 绝对核心 他就是我们宋家的废物坠续 在我们家平时平和三年 对他高表的丧帝出门 若是真这么厉害 怎么甘愿 做一个上人秘居呢 铜钱落地 天下服从 我怎么可能搞错 宋家主 他是我前夫 我最清楚他的身子 我可以证明 他确实毫无量和背景可以 这怎么可能 如果天使铜绝对核心 就岂能有天使铜钱 像他这种下屁股的老鼠 最非比最无耻 他什么事都能做得出 这天使铜钱 我看 就是他偷的 啊 偷的 周家主 为是最近才知道他的真面目 为了虚无飘渺的面子 做出一心 令人无法相信一事 还请周家主 不要怪你 这 妈 你听见了吗 那铜钱是他偷的 你已经差点上了他的党 我差点忘了 宋天风跟天使铜有关系 若鱼童钱 也是在偷宋天风的 不得不说 你们能力不行 想象里倒是挺丰富 天使铜钱起来说头做头 对 天使铜钱万白金贵 岂能背头 李子 我这天使铜钱从何而来 你都给我跪下 刻头写罪 你为何不信我 李子 你还嘴硬 你是要气死我吗 你是要害周家百年纪元 害周家列祖列宗 害周子 我是在周家 只剩刘云 留闭嘴 你这个逆子 你快给我跪下 给天使磕头 我不跪 你 真是糊涂 别想到我 我可不当 李子 你 你到底要干什么 我说了 今天不管谁来也别想阻止我 是要诛杀他 周公子 且慢 无论这位铜钱 究竟来自何处 他必定与天使无关 我看 还是小心为上啊 一派狐言 他根本不可能来自天师府 何以见得 怪你得好 因为我就来自天师府 因为我就来自天师府 对啊 差点忘了 我宇哥不仅来自天师府 而且还是当代天师亲自吃风的巡查盛事 可不是这冒牌货能比的呀 什么 他说的是真的 本来相依普通人的身份跟你相似 可可冒充天师府 没办法 我只能摊牌了 我周怀宇 要幸得天师亲了 被天师赤风雷 天师府 寻查圣史 这是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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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不知道 这可开不得闻笑 是要掉脑袋的 开玩笑 那你睁大眼睛看清楚 这是什么 天师令牌 真的是天师令牌 见天师令牌者 不见天师 而等还不坐坐跪下磕头卖剑 看见圣史 看见圣史 随了 小畜生 看见 我才是天师府的和谐 你个冒牌货 我拿什么给我动 我才是天师府的和谐 你个冒牌货 你拿什么跟我动 精彩 真是精彩 指路为马 石窥成爹的护工 你不光是骗别人 你连你自己都骗 开嘴 你口口声声说 深得天师青睐 被赤风雷寻查圣史 那我怎么从来都没见 你算什么东西 你也没见我 我就是你口庚的天师 你这个废物要是天师 那我就是太上老君 大大 熟死 你个小贱人 你给我闭嘴 我怎么都说过 跟他在一起 只有死路一条 啊 错 晚了 此次 他是假的 你都懂 他要是当代天师 怎么会心甘情愿 当上门女婿 怎么可能认识 此次 就是假的 嗯 周公子身为巡查圣史 他一定能分辨真假天师 出神 怎么说天师 愁死 就算你很像 你千不该万人 不如忘了天师 你的话 漏洞百出 一夜正雾 不见太深 你真是无可 还小 对 此子先是 走了黑金尾宴 后世羞辱江南群雄 现在更是必 让你冒充天师 江南雨 不下 今日 我 周凡宇 天师 巡查圣史 持起兵牌号令诸位 共诸此子 以敬向遥 共诸此子 以敬向遥 以敬向遥 诸说此前事肯定是这样的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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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已至此 儿等还不平映 能得盛世青睐 小母倍感荣幸 今日 我金康龙王 小江龙 愿追随盛世 共诸此子 还你一样 儿等呢 我的 这才是 谁 谁 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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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看到了 这才是天师府的威严 可不是上道牌豁门的 你为何非要自寻死 信任他的审 活该 你敢死 非常好 小畜生 明年吉日 休息 既既既 你不感觉这一幕的厌室 你可你还为了能力 之前是和你妹妹修 现在我让你深 我说谁还敢来救你 我敢 江南王 雷鹏到 我敢 江南王 雷鹏到 王爷怎么心在意买了 没事 我做的 不会是 不会 来不及了 先给你老爷 属下 属下 参见王爷 谁在大火想叫 不要命了 我早就请报告你们 今日体验 荣重至极 你们怎么做事的 这是 王爷 晚辈招家 周怀语 刚刚是晚辈声音大了些 姑姑事出有因 请王爷见了 事出有因 对 但那晚晚样齐了肉肉 一片小口 却因一颗老鼠石 扰慢了整个万年 嗯 那颗老鼠石 说清楚 王爷 前往主位卡 那颗就是装腔作势 目无尊卑 华众取丑的老鼠石 张龙 王爷已经站在你面前了 你还不站起来 你等到 不要一条路走到黑吗 我为什么要起 他是江南王 今天师父 是奉的江南魁蜀 在江南 纵横百合 一言九鼎 谁见了他不毕恭毕敬 你现在当着王爷的面 坐在他的主位上 你是嫌自己死得不够快吗 我做子位 是他的荣幸 这 你简直是不可理喻 我不可理喻 难道不是吗 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承认自己 是一个一世无情的失败者 你为什么非要白人做梦 幻想自己掌权天下 你摆着位置 承认自己是个一无事成的失败者 有那么难吗 我的位置 做得很正 宋小姐 主人位置无人可提 不是主上不可理 是你有眼无珠 不识真笼 好 好 自作多情 多管闲事 你们俩就继续装 好 看你们能装到什么时候 是你们最正确的词 姐 多余管他 王爷 您听见了吗 此子胆大包天 你说什么 你说他就是 五无尊卑 装枪做事 华中取虫 胆大包天的老鼠屎 没错 王爷 您可能有所不知 我跟您好好介绍一下 他叫张卢 宋家坠婿 在宋家三年 整日游手好险 混吃等死 昨日被宋家扫地出门 他怀恨在心潜入黑津尾夜 企图报复宋家 但是宋小姐 本想息事宁人放他离开 可他不知好歹 变本加厉 不仅不辱在场 所有江南豪杰 触怒全场 更是对您 出言不许 目无尊卑 他仗着有盗门中人相护 自称天师 在众目睽睽之下 登上领座 简直是道反天纲 大逆不道 死不足惜 周公子说得对 此人 嚣张把扶 目中无人 我等 着实人无可人 正与联手 诛杀此子 没在王爷到来之前 诛杀此子 是我等失职 请王爷治罪 什么 你俩也参与了 可惜 未能在王爷驾临之前 除掉他 你们还想除掉他 王爷 万威愿与二位金刚 将功补过 联手除掉此子 临京校友 闭嘴 你送个什么东西 在这胡言乱语 你可知 他是谁 王爷 您是不是打错人了 周公子是好人哪 我拿的就是你们这些 除暮存光 有眼无助的废物 王爷 您这是 还有你 待会儿再跟你们算账 江南王 雷鹏 参见天使 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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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可能 江南王给他跪下 看他是 天使 姐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不知道 不知道 这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这是个废物 正信 怎么会是当代天使 这肯定搞错了 搞错了 你们口中 你们口中的江南王 就跪在我面前 现在可相信我说的话了 雷鹏 请得罚 恩请主上给我个机会 肃清江南 替主上 出口恶气 好 那我拭目以待 谢主上 谢主上 二等有眼无珠之辈 欺辱天师 罪孽滔天 本王要严惩不代 二等可有话说 王爷 您 是不是认错人了 他好像是假的 刚被犬子揭穿 你又是何人 啊 在下周家家主 周盛君 放肆 你们父子算什么东西 也敢妄议天师身份 今日 就先拿你们周家开刀 我以江南王身份宣布 周家 让俺出名 周家 除名 王爷 这其中必定有误会 周少已经指认过了 他不是天师 甚至连天师门徒都不是 你就是宋小姐吧 别人求之不来的滔天富贵 你却拒之门外 真令雷某 刮目相看哪 王爷 您肯定是搞错了 这个废物是什么样的货子 我们心里最清楚 王爷哥伸手天师青睐 被天师持封为巡查圣使 他才是真的 哈哈哈哈 就他 被当巡查圣使 你说 到底怎么回事 你到底是不是天师府的巡查圣使啊 王爷哥 你不是说 你在天师府的地位仅次于三大神王吗 就连江南王也要给你一起喷搏面 可为何王爷说不认识你 小畜生 快说 到底怎么回事 我是假冒的 你 哦 怎么 不装了 你 你 我怎么会有你这个女子 这下 这下完了 周家 撞地完了 我打拼了一辈子的周家 都被你个女子给毁了 爸 爸 爸 你救救我 我没想到有人敢找天师府对政啊 爸 我不想死 我不想死啊 爸 你救救我 救你 我恨不得杀了你 你的天师 都是人你自热的活 我周生君 也答应灭亲 只求天师 放过周家 我已经给过你机会 是你不珍惜 现在 我要收回赐予周家的一切 天师大人 都是你你自热的活 与我与周家无关 求大人 法外开恩啊 愣着干什么 搓下去 去周家 散尽家财 大人 饶命啊大人 天师大人 天师大人 饶命啊 天师 天师 周家完了 得罪了天师府 纵有天大关系 也救不了他 自作逆不可活 轮到你们了 我小江龙 有眼无珠 冒犯天师 我愿捐一个亿 还请天师赎罪 我寒山狼也愿捐献一亿 求天师赎罪 一 你们之前张口闭口 就是百亿千亿 如今要赎罪 却只拿这么一点 我愿意捐五个亿 请天师赎罪 我也愿意 雷鹏 你的人 你来办 嗯 羞辱天师 其罪当住 罚你二人 散尽家产 一输其罪 王爷 这些年 我二人为天师府尽心尽力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今日 纯粹是遭人蛊惑 并非罪魁祸首 你却让我二人 散尽家财 这是 这是赶尽瞎瘸啊 什么 你敢反抗 今日如若有条活路 我二人也甘愿受罚 但是 王爷 你是把我们逼向绝路吗 谁叫你站起来的 我跪下 你 我们敬你一生 江南王 不代表真的怕了你 你的天下 是我二人为你打算来的 现在要过河筛桥 谢莫下旅 我二人也不是软施子 你们 你们犯了 今日我二人 识人不明 误辱天师 可满心并不坏 天师 也没必要赶尽杀绝吧 何况 今日如你之人 还有他们 堂堂天师 总不为了这点小事 将江南所有世家豪门 统统覆灭除名吧 哦 你们这是在威胁我 不敢 但天师倘若真要惩罚我们 那就是于整个江南为敌 天师府再大 也大不过整个江南 你们也是这个意思吗 对啊对啊 今日之事非我等之错 天师要罚便是罚整个江南 他说的是罪 请天师三思 请天师三思 哈哈哈哈 看到了吗 这就是民心所向 这就是大势所趋 法不择众啊 还望 天师三思 请天师三思 放肆 你们活够了吗 金刚威胁天师 人非圣险 熟能无故 我们的确是犯了一点小错 为何揪着不放 好一个小错误 断我手脚 觉我生路叫小错误 只是罚你们散尽家财 便是揪着不放 还真是两套标准 至于你们 我本无意处罚 但你们万不该抱团威胁 你们不会真的以为 挟江南之力 就能够威压天师府吧 你们可知 对我而言 覆灭江南 亦如反掌 你要覆灭整个江南 这不是你的愿望 你可知 天师府到底有多强 去去江南 也敢威胁天师 我知道 天师府 驾海青天盖世无双 可这江南 终究是大夏之地 而你 不过就是江南的一个地下皇帝 江南的真正话语权 在中州王庭 倘若我二人 宣誓效忠中州王庭 试问王爷 天师府 又能奈我们何呀 中州王庭 攀至大夏数百载 世袭荣华 抵御如海 倘若我们率江南中豪门 投诚效忠 就算是你天师府 也得避其锋芒 你们还不知悔改 人不畏己天诛地灭 我们无非是 想找一条生路吧 天师若毕 我等便加入中州王庭 中州王庭 中州王庭 将会接纳你们 与我天师府为敌 江南豪门 龙盘虎炬 强者如云 中州王庭又岂会拒绝 破手可得的势力 哈哈哈哈哈哈 中州王庭 一定会收留我等 中州王庭郡主 主 顾情依大 中州王庭的收人标准 什么时候这么低了 中州王庭门营四方 广摇天下 愿为天下豪杰所庇护 但 不是同有人都能加入王庭 你是哪来的黄毛丫头啊 敢来这里指手画脚 放肆 我们总裁 是中州王庭顾家嫡长女 王庭郡主 青衣集团掌舵人 中州第一美女 顾青衣 王 王庭郡主 我可有资格指手画脚 我小江龙有眼无珠 不知郡主驾临 出言不逊 还请郡主 恕罪 在下江南寒山狼 参见郡主 小女见过张先生 什么 姐 怎么连王庭郡主都认识她 是你 多谢张先生的救命针 特奉上中州首席豪宅 荒龙别院一栋 以及青衣国际千亿固分 而且 可谁消息 举手之老而已 顾小姐严重 青衣 并非妄言 张先生可认识这个 就是 十年前 一位老者曾救我一命 便为我定下了婚约 说十年后 我的命定之人 会具我于危难之中 青衣等了十年 这才等来了张先生 这是我师父的天师同情 天师 顾郡主有所不知 张先生就是当代天师 您是天师 郡主连天师身份不知 应该一身相许啊 不行 这事我想跟你信 可否等我处理完江南之事 这段小事 我替张先生解决了便是 中州王庭无意与天师父为敌 所以不会接纳各位 各位请自便吧 完了 彻底完了 你后面也没了 你们聋了吗 中州王庭不会收留你们 还不死想了断 我 小江龙 心怀鬼开 大逆不道 愿散尽家财 流放荒野 随死 不愿 只愿天师 放过我肖家老幼妇儒 来世 我当牛做马 再报答天师 我 你愿受罚 叫天师放我含这一条生命 我愿意受罚 如上 你愿 谢谢师父上之恩 托下去 剩下的事 交给你了 如上 雷鹏定当将功补过 只是 但是 这宋家 该如何处置啊 宋家与我 已划清借链 恩怨礼亲 之前的事 亦都消 但从今日起 撤回宋家的所有优待 宋家对我天师父实验 与其他家族别管 属下遵命 不 我们可否一部戏 站住 张罗 你难道不应该给我一个解释吗 你一句一笔勾销就完了 你难道不应该给我一个解释吗 我解释 你既是天师 为何要瞒我 这样子对你有什么好处 我瞒你 难道不是吗 这三年我到底有哪里对不住你 你要这样对我 你就这么想看我的笑话吗 原来在你眼中是这种 你狼口谎人 还喜欢看笑 既然苏 为何不敢承认 告了宋小姐 你真是不可领域 你可知主上为何隐瞒身份 是因为三年起 宋家只是江南末流事件 兵临破场 主上担心身份悬殊 会给你造成太大压力 所以才隐瞒身份 这三年 江南家对主上各种侮辱 甚嚣尘上 主上却宁愿自己忍辱负重 以后处处顾及你的感受 主上看你笑了 太不自知了 宋小姐 我看道歉的 应该是你吧 我道歉 宋家刚有起次 你就过河拆桥 先主上丢你的脸 要将主上伞递出 向你这种贤贫爱富 叹慕虚荣之人 有什么脸面指责主上 你难道不该道歉吗 没错 宋小姐是你有眼无珠 你根本就没有资格怪罪主上 你可知 今晚这黑金晚宴 是专门为宋家而办 主上本打算今日向你坦白生分 是你让主上看清了你的真面目 黑金晚宴是给宋家办的 不错 今日的主角本应是宋家 黑金集团也会奉上千亿合约 可惜宋小姐短见博实 利益熏心熟目孙光 错失了这滔天富贵 这怎么可能 黑金晚宴是为我们宋家而办 我们错过了黑金晚宴 这都是铁口 明明是你不能告诉我 如果你早前说的话 我会变成这个样子 我若说了 我会信 是吗 昨晚我告诉过你 宋家的一切是我给的 你信了吗 我告诉你周怀宇是个骗子 你信了吗 我告诉你黑金晚宴是我安顾 你又信了吗 你不信 你一字都不信 我 你宁愿相信 一个满口谎言信口开河的骗子 也不相信朝夕相处的账战 在你的眼里 只有金钱 全是地 你以为欲望充斥双眼 根本就看不到我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就在刚才 我告诉你雷鹏是我的下室 你信了吗 说我是天师 你信了吗 依旧没信 在眼里 我始终是个骗子 一个混尸等死 一个浪费你时间 一个与你地位不匹配的骗子 姐夫 这都是误会 误会啊 一家人总会可可办办 说开了就好了 我们已经不是一家人 你可以和我姐夫婚啊 禁婚? 摸出去的事 能收回吗 离婚协议是你给 别清关系 他做的 一刀两断 是送的的 现在也跟我疯 我说 你们别厚我 我 你为什么这么狠心 我狠心 看不起我的是你 要离婚的是你 跟我恩断义绝的也是你 就连今日 江南世间要断我手脚 绝我生路时 第一时间撇清关系的还是你 现在你说我狠 宋小姐 路是你选 请别后悟 你如此薄情寡义 是因为他吗 你说什么 什么姻缘 什么统签全是谎话 你们早就认识对不对 不可领域 宋小姐 请你改正你自己的身份 你跟张先生已经毫无关系 你凭什么承他 同样身为女人 我送你一句话 不认识你自己要了 你现在在故事 凭什么叫醒我姐 身为中中王庭郡主 却恬不知耻的故意我姐夫 你再不要脸 放肆 凭什么打我 嘴这么臭 该的 再打着尽数不尽 就让宋家 江南除名 张如 你看上他 是因为他中处敌女的身份吧 无稽之谈 事到如今 你又何面对这炎炎 你选择他 那就是因为他中处王庭 敌女的身份 能让你变得更有面子 口口声声说我忘恩负义 我情广义 你又和他不是 简直无可动 真正许我的人是你 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 张如 我宋明明不需要依靠你 你能发展 将大宋氏集团 能上江南 顶级世家之力 我让你认识真正的我 祝你何物 心比天高 命比纸 这滔天的契约在你的手中 自己都抓不住 还谈什么未来 你一个依靠世家的富家女 没有资格评判我 宋氏集团会向所有人证明 我 不需要任何人庇护 祝你好运 宋小姐 我再送你一句话 十人不识陵云目 大到陵云始到高时 就完了 宋小姐的漫漫人生路 才刚刚开始 如今 却只剩下坡了 真是我的主事 对你一片好心 对 这是 是 还有猪猛王姐 他现在不能够着你 快点和宋家切割 不能再有任何话 是的 快 姐 他们欺人太甚 一时得失 有什么可骄傲的 宋婷婷 会让所有人刮目相看 是谁说我宋战文了 妈 是谁说我宋家完了 妈 是谁说我宋家完了 我宋康 为大厦帝君破例持封为大厦公爵 我宋家 正值鼎盛春秋 妈 你们怎么来了 今晚不是江南王为宋家设立了黑金晚宴 怎么这么乱 人都去哪儿了 妈 我家出事了 我那个废物子 他是天师 你干什么 他是天师 不当代天师 小军江南王都是他的人 对了他 他下令 皇上宋家 皇上宋家 他也是宋家议员呢 我昨晚跟他离婚 离婚 你可不可以欠我 谁让你离婚呢 宋家的放天气云 都被离婚毁了 你不是也不能我跟他离婚吗 我哪知道他是天师 你现在就去把他给我追回来 我妈用什么手段 哪怕作小 你要把他追回来 我不去 你 现在你们再复婚 妈 我们已经把话说绝了 没有复婚的可能 我怎么生了你们两个蠢货 妈 你是不是被弃屁住了 你是不是忘记我们昨天去地图干什么了 这个废物要是天师 那昨天给我破例赤锋的又是谁啊 你是说 那个废物是假的 一群蠢货你们都被骗 你说什么 你那个废物老公 他不是天师 不可能 就连江南王都给他下跪了 他还有天师同情 对了 就连中州王跟阵主都要以身相许 江南王中州王天师同情 儿子 这 能搞到天师同情 看来和天师府有点关系 怪不得能骗到你 爹爹 这是怎么回事啊 你快把话说清楚 你们可知 我于大厦军中斩露头 巧出类拔碎 被誉为栋梁之子 大厦帝君 经命大厦本王 于明晚在地豪龙府设下赤锋叶 破例赤锋我为大厦公军 世袭我一伙汪尿门眉 什么 你是公爵了 不错 昨日我和母亲 就是去帝都听取赤锋的 而且你们知道 是谁为我赤锋呢 谁 天师府 张待天师 天师给你赤锋 不错 大厦帝君亲口所言 你会有奖 姐 难道那个废物真的是假冒的 三分真七分假 才能骗到你们 还有将来这些蠢货 最多是天师府的一个成员 怎么可能是天师呢 他如果是天师 我怎么会被破例吃风呢 这不是姐的吗 姐 他是骗你的 我昨天在上京见到的 那才是真正天师府的高层 我也见到啊 对方是天师府的三大神王之一 今口所言 绝无虚假 我 就知道他是假 他就是烂泥服不上墙 怎么可能会是天师 真的是姐 明日 大厦北王将会在地毫龙府为我举办赤锋宴 到时候 真正的天师将会亲自为我破例赤锋 今天是让你们见下真正的天师 我将带领宋下走向大厦之巅 纵览天下风光 主上 上京传来消息 大厦帝君令北王于明日 在地毫龙府举行赤锋宴 由您亲自给他赤锋 眼下出了这事情 北王想跟你面谈 询问如何处理 让北王去顾小姐安排的地方 是 顾小姐 可否详细说一下你和我师父的约定 这 不过 为师算出你命中有两段音乐 一段有始不终 一段诸连秘 中朝王庭公家的音乐不清 心理善良 拦之灰心 乃你命中诸连之人 一二人八字相合命理相成 龙总是被天作祭 二人其一可心满 秦一 后来也不跟我说一声 你看我给你准备了这么多聘礼 这是怎么办 是雷周王庭世辞 乃九江 雷周王庭 是雷周王庭世辞 乃九江 他一直在纠缠我 雷周王庭 秦一 我带聘礼来跟你提心了 你来干什么 他是谁啊 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轻衣这里 他是谁跟你没有关系 这里不欢迎你 请你离开 嫂子 告诉我你是谁 为何会出现在轻衣这里 我是谁 你没资格当心 放肆 我堂堂雷周王庭世辞 未来的雷周王 你敢得罪我 我让你罪行万贯 白九江 不要在这里放我 他 是我的未婚夫 什么 未婚夫 是 你我自有青梅竹马 两小无猜 双方父母都希望我们联姻 我白九江才是你的未婚夫 你现在居然背叛我 跟这个野男人勾搭在一起 白九江 请你给我放尊重 请你放尊重一点 我们之间的关系 一直都是你一厢情愿 我可从来没有答应过 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我们上流社会的婚姻 都是以家族利益为主 你有什么资格去 你 小子 你算个什么东西了 凭什么跟我想你 识相点赶紧滚 我让你死无全尸 让我死无全尸 就凭你 我雷州王庭世子 黏死你 就像黏死一只蚂蚁 白九江 你太放肆了 你可知 你这是在将雷州王送上绝路 什么 张先生不仅是我的未婚夫 同时 她也是天师府的 当代天师 她是天师 现在你可以离开了 哈哈哈哈 星衣 你真是太可爱 被她骗了都不自知啊 真正的天师在上京 这小子 这小子算哪门的天师啊 这种话我不想听 你不想相信就不行 现在 请你离开 小子 有种别躲在女人背后 站出来 告诉我你的名字 张卢 哈哈哈哈 原来你就是在黑金碗宴上冒充天师的那个骗子 星衣 你现在也上当了 几个小时前 江南黑金碗宴上 天师出现 覆灭了江南整个豪门 一时间轰动了几个大厦 但是你可知最新消息 黑金碗宴上的天师是假冒的 真正的天师在上京 天师在上京 不错 大厦帝君和天师 获利赤风的江南宋家敌 宋丰为公爵 令北王明日设下赤风宴 由天师亲自给送封赤风 你现在 还相信他是天师吗 你现在 还相信他是天师吗 周先生 就凭一场 赤风宴 就能断定我是蒋天师 小子 你是不是听不懂我在说什么 赤风宴是大厦帝君和天师亲定 你若是天师 岂会有赤风宴 此刻 大厦已经传遍了你假冒天师的事情 你能不能见到明日的太阳 还俩说 是吗 你还敢装 靳一 这小子冒充天师最不可恕 你要是不想被连累 就赶紧给他铁心关险 你拿进 我不会嫌疾你了 可是我自信你 即便张先生不是天师 我也愿与他风与同舟 甘苦与共 你是不是听不懂我的话呀 他假冒天师 张先生不是天师更好 本来我还觉得高攀了 如今倒是相配 你是萤火烧身 至中舟王天宇死地呀 若与张先生在一起是萤火烧身 那便萤火烧身吧 好你个贱女人 亏我还看上你 没想到你是个蜀木村瓜的赔钱货 等明日赤封宴结束 我看你还像不像现在这么硬气 您到时候哭着要嫁给我 我们走 你刚辱骂完顾小姐 就想一走脸之 天下有这么便宜的事吗 天下有这么便宜的事吗 老大 还敢挑衅 顾小姐刚才说了 愿与我风与云州 当苦与共 我也愿为顾小姐 散评仗 你雷州王庭 今天必须得给我一个满意的道理 否则雷州王庭 可以改姓了 你这里是不是有问题啊 你都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 还想让我雷州王庭改换门条 你这个答复 我可不满意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 这是天大的笑话 你是不是得了失心疯啊 青衣 你还要跟他在一起吗 我与张先生 容辱与共 这是自寻死路 你的短见令我刮目相看 小子 既然你迫不及待地求死 那就不需要天师府的出手 我亲自解决你 用你的人头 做明天赤丰厌的合理 是吗 小小雷州王世子好大的胆子 也敢妄言废了天师 看来雷州王庭没有存在的必要 哦 雷州王庭没有存在的必要 北王大人 大厦北王 万岑梁 拜见天师 北王客气 黏黏 谢天师 北王大人 他是假冒的 他不是真的天师啊 天师的真假也如你示意 得罪天师齐罪当诸 雷州王庭 雷州王庭 大厦出兵 不 不 不可能 不可能 他不可能是天师啊 星夜 这是真的吗 我说过 你是在把雷州王庭送上群怒 星夜 我送了星夜 星夜 求你帮我休息了 救雷州王庭一马 你不用过来 我永远不是泰山 不是天师降临 求天师法外开恩党 求你救救雷州王庭一马 你哭斥主 求你谁开恩呢 愣着干什么 走出去 星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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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夜救我星夜 天师 万某奉帝君之名 前来与你上讨 明日 宋家 赤锋 前来与你上讨 明日 宋家 赤锋烟之神 帝君是什么意思 帝君得知你与宋家 一刀两断 再无瓜葛 已取消了宋风 脱离赤锋的资格 并连夜将赤锋烟 改为赵天烟 赵天烟 江南之事 帝君大为愤怒 为避免重蹈复权 有损天师为烟 想将赤锋烟 改为赵天烟 以来 为天师胆趣污浊之气 而来 赵高大下 天师为烟 无人可 帝君有些吗 那就赵子安排 好 等等 清衣 你真的愿与我 风雨同舟 甘苦与共 哪怕我是假冒的天师 你也不怕 灵火烧身吗 嗯 清衣相信命运 好 美王 麻烦你一件事 明日 将昭天烟 改为龙凤大殿 我于明日 召告天下 我与中周王庭 敌名 顾清衣 定下与 一天 我会命天师府 下达十八重天师聘礼 上奏有天 下起于地 以最隆重的方式 与你定期 这 会不会太操促了 你不是 相信命运 天师大昏 普天同庆 瑞吉祥云 龙凤城乡 万创良 提前出天师 与顾郡主 雍杰同心 百年好合 那我这就去准备龙凤大宴了 好 告辞 妈 我发现外面停的 都是高光大佬的车 都是来供服我们宋家的 那是怎样 凤儿 无愧是宋家的真楼 宋家崛起啊 都扣椅了 昨日你们在黑星晚宴上 丢进了里面 今天我就帮你们宠回来 在江南 如果宋家舍我去 你真是别强 大喜的日子枯燥着你 不休息 快去 在说什么 你 不 近日地毫龙府顶楼 不是直接带 宋家赤风燕的鬼闭吗 那个坠婿 怎么在这 他肯定是专门来捣乱的 他就见不得宋家好 有我在他敢 小畜生 你给我站住 今日地豪龙府专为我宋家开设 你什么东西 你也赶到这儿来 专为宋家开设 谁都知道 今日是我宋家的大好日子 不为我宋家开设 还能是给你这个被识鬼开设 说 你是不是来捣乱的 你想多了 我没兴趣 你还不敢承认 你肯定是知道 我儿被破例赤风 你想讨好 管回平平 我告诉你 门都没有 你嘴真硬 明明就是想来讨好我们 还不承认 慌 我弟弟已经被帝君选住 破例赤风 今日地豪龙府专 都是为我宋家所谓的 我们已经知道真算了 我也知道你想干什么 我奉劝你 悬崖勒马回头是岸 悬崖勒马回头是岸 是的 你还要继续装吗 我承认 你骗过了我 骗过了宋家 甚至骗过了整个江南 可是你骗不了我弟弟 他已经告诉你 你天师的身份 是这样 宋婷婷 你可真是令我刮目相看 别人都是吃一欠 长一智 可你呢 屡教不改 执迷不悟 看来 昨天给你的教训 还不够深刻 你还分不清真情 够了张璐 我奉劝你一句 今日天师会出现在赤风宴上 继续装 对你没有什么好处 只要你信息肯定错 我可以听你再说一句 姐 你为什么要帮他 谁允许你帮这个废物 他死不足惜 帮我求情就不如 不过冲你这句话 今日 我不会将宋家赶尽上去 但是宋家的特权 我依旧要收回 这是癞蛤蟆打哈欠 好大的口气 我宋家气韵如虹灌日 宋家特权 谁敢欲多 区区宋家 也敢奢谈气韵 有何不敢 我 宋风 于大厦军中展露头子 出类麻醉 获得天师与帝君破例赤风 位列公爵士气网替 今日 当代天师和大厦北王将亲自为我赤风 我们宋家 已成为大厦最顶级的豪门 气韵如虹 平日清 破例赤风 顶级豪门 你们宋家的消息 未免也太不灵通 赤风宴 已经取消了 你是什么 昨日帝君已下令 赤风宴取消 什么 看来宋家果然一无所知 如果我是你嘛 现在转身就行 省得待会儿太尴尬 日子 这废物说的是真的 没想到你这个废物 消息还挺明通的 没错 赤风宴是取消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怎么都怒糊涂了 不用慌 我本来想给你们一个惊喜 没想到被这个废物给捅破了 这个赤风宴不是取消 而是改为 昭天宴 广要八方 昭告天下 天师和帝君 就是要让我们宋家 立于大下之巅 让天下人 都见着 破格仲天 告示天下 儿子 你又破格了 你太给宋家整脸了 天师和帝君 竟然这么看中你 这就叫实力 我宋风 就是天之骄子 人中之龙 百年难得一遇的奇才 我宋家 就是气韵如龙 你们还真是自信 小贱匹子 你还敢质疑我儿子 你没听到帝君破格提声 你就是中州王庭的郡主 这么高贵的身份 居然倒贴一个冒牌天师 我都替你感到不值 要不你跟我吧 我大厦公爵不嫌你脏 收你做小妾 我顾清一的眼光 还真没这么低 小倩匹子 我儿子看上你 是你的荣幸 你想见宋家 我还嫌你脏 儿子 你可是大厦公爵 身份 金贵的姐 就算找小妾 也得找门当部队 你说话嘴巴干净点 张璐 你怎么跟我妈说话的 她是长辈 谁在为了你好 她若好心 世上便无恶意 你说过 我与宋家恩断一绝 再无瓜葛 宋家没人 是我长辈 再敢出言不逊 言惩不在 张璐你真是疯了 姐 我早就跟你说过 她就是一头白眼狼 她肯定是嫉妒小风 被破例赤风 就是嫉妒我们宋家 马上要崛起 你虚伪的面子 就这么重要吗 你承认我弟弟 是无双国师 有这么难吗 为什么 你到现在都不承认 别人比你优秀 就凭她 她只不过是一个 吃喝嫖赌 不学无术 宋家管不住 才送到军中的小混货 也敢成无双国师 宋雪庭 你也太盲目自信了 够了张璐 本意是为了你好 没想到你去质疑我弟弟 你真是无药可救 你这个冒牌天师 你就是嫉妒我们家 出了一条阵楼 你还不承认 我而不是你这个废物 能比的 我在军中脱胎换骨 风姿卓越 北王对我赞不绝口 帝君 为我破例赤风 废物 根本想象不到 我有多意思 是你想不明白 为何会被破例赤风 你想说 因为你 你说对了 你怪不得 能欺骗江南豪门 你果然喜欢演戏 但你骗不到 我可亲眼见过天师 你说什么 昨日我在上京 受到帝君亲自接见 帝君亲眼 我知赤风乃是天师所赐 听清楚了吗 我乃帝君破例 天师亲赐的大厦公爵 我真乃宋家真龙 夜郎自大 不可理喻 不可理喻的是你们 你们就是嫉妒我弟 嫉妒我们宋家 有飞黄腾达 不是一家人 不尽一家门 真是上凉不正 下童歪 紫鸭子嘴硬 我知道 你和天师傅有点关系 但你应该知道 冒充天师的罪名是什么 如果你给我跪下来 磕三个小头 我可以考虑在天师面前 替你美严齐取 否则 否则怎样 你万死难辞其罪 我们走吧 跟他们 无话可说 嗯 站住 张卢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进了赵天爷 你就再无退路 你不要执迷不悟 那我也把这句话送给你 现在离开 宋家可保 执意进入 宋家覆面 姐 你多余管他 待会儿让弟弟警告天师 看他怎么办 他想进就让他进 正好让这个跳梁小丑 给我的破例赤风 来助助心 就踩着这个被尸鬼 让我们送你一步登天 宋家好大的火 宴会都要开始了 他们却一个人都没来 人家可是帝君最器重的精英 白浦也在行李之中 哼 昨日 我江南豪门 皆被那个冒牌天师戏耍 颜面扫地 今日 宋家破例赤风 天师将现 道也 不时一件喜事 那冒牌货 最好别来 否则 随时万段 快看 冒牌货来了 小畜生 还敢 你还活着呢 北鹏那个废物 真假天师都混不出来 哪有资格杀我 你敢来此更好 我要踩死你 洗刷国日之乳 侥幸活了一遍 不知道家长尾巴做人 还出来狂吠 看来 你只有见了阎王 才能老实起来 你还吓唬我 昨日豪门皆被你信说 他们恨不得把你巴黎抽筋 你来得正好 你简直就是自投罗王 天堂有路 你不走 地狱无路 我今日要携手 整个江南的力 将你抹杀 这话怎么听着那么耳熟 你下一句 不会是要断我手脚 绝我生路吧 小畜生 你还装 我从来不装 你冒充天师罪大恶极 你就是个过街老鼠 让你深清现实 主位 此子昨日冒充天师 戏耍江南羞辱各位 我江南周家周怀宇 愿代表诸位诛杀此次 以戏耍昨日之辱 而等可愿追随 我等 你追随周少 诛杀此次 一雪千迟 看着 这就是 大家又生意淋血 生蛋一肉 一群愚昧无知的蠢货 昨天刚才跟头 今日就要重复 将南有你们 何仇无灭 此道临头你还装 诸位 真天师即将现实 现在将此子拿下献给天师 必可得到天师府青睐 而等谁愿帮我拿下此子 我愿意 我也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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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下此子 献给天师 小畜生 今日就是你 我看你们谁敢 原来是中州郡主啊 您要帮她 你不知道她是假天师吗 是真是假 还轮不到你来说 中州王庭郡主 也就是个愚蠢女人吧 你这是献中州王庭于万庭 实相 敢请跟她匹心关系 我与张先生 风雨同中 休妻与功 既然如此 就将你俩打下 我相信 中州王一定会理解我的 一群蝼蚁 也配揣测中州王庭 我都要看看 今天你们谁敢动手 我敢 你中州王庭的确厉害 但我江南宋家也不弱 如果你是中州王 我还给你三分博命 可你只是个郡主 在我大厦新进公爵面前 毫无威严可言 是宋风 帝君破例吃风的大厦公爵 咱们江南借的荣耀 有人给咱们撑腰了 江南四大家族之首 周家周怀宇 参见公爵 你为什么会在这 听闻宋少被封为公爵 特意前来祝贺 怀宇愿追随公爵左右 牵马追凳 唯命是从 请公爵收留 啊 收你入宋家 谢公爵 你这放了人不当 偏要当狗 而且还当得这么骄傲 真是令我刮目相看 我宋家的狗也不是谁都能做 你就没有资格 一时得势 不得了心 你宋家还是一如既往 自命不凡 短剑薄食 你敢说我宋家短剑薄食 乱起剑食浅薄 谁厉害得过你啊 亏你还是中中王庭的郡主 眼睛就是瞎了 把一个宋家扫地出门的垃圾 当宝贝捡起来 真是愚命无耻 朱 继续猪 才发现你跟这个废物真单配啊 都喜欢装 一个冒牌天师 一个眼瞎郡主 小小屁子 也只有你把这个废物当臭 我们送一下 可不行 像这样的废物 有多人捆多人 哦 是吗 那希望干活你们可不要后悔 可千万别和我想张心 谁会跟你抢这个废物 张宏 你还要躲在她的身后 你知不知道 你得罪的是天师傅 是大厦地居 就算她是中中王庭的郡主 她也庇护不了你 你只是在害她 我张奴 从来就不需要他人的力 为什么你到现在还执迷不悟 真相就摆在你面前 你睁开眼睛看看有这么难吗 真相 眼前 张天宴上的所有 都知道你闯下了明天大祸 你为什么到现在还不愿意承认 下重不可语议 你不会真的以为 这张天宴是为你们宋家而设的 不是我宋家 还能是为你吗 你说对了 张如 你真的太让我失望了 张天宴就摆在这 在地豪龙所的最高层 江南四号豪们都来给宋家祝贺 你竟然还视而不见识高否认 你到底要装到什么时候 我没有装 张天宴就是为我而设 荒谬 我弟说了 这张天宴明明就是帝君为胎而设的 由北王亲自主持 天师亲自赤风的盛宴 天下谁人不知 谁人不喜 虽然张天宴就要冒领了 太我自己给他贴金了 张天宴为谁而办 我是不能到他宋风说的 小丑 你是想冒领我儿子 是我天也不成 我让公主的圣剑你 你没有劲子走 你不要 我仨从就照 我之前还在写 是不是我真的伤害了你的感情 是不是我真的有眼无珠 现在看来 是你自己执迷不悟 你只不在自己的梦里 不愿意醒 做个最正确的决定 就是跟你离婚 宋经老婆 我宋婷婷给你一刀两断 再无八可 是吗 那我恭喜你 脱离 别跟这负用力 看着眼 看见病人把他打出去 你来吧 是 宋经大人已下令 而等还不动手 我看谁敢 江南王 雷鹏的 我江南剑 什么时候轮到这帮废物做主了 一群蠢货 赶紧给我退下 雷鹏 为什麽都是宋军的命 昨日饶你们一命 今日竟敢变本加厉 我都珍惜 现在看来 是我太仁慈了 你就是江南王为主 你就是江南王为主 让你送风 为立军封为新晋公爵 我知道你昨晚被他说 今天本公爵替你找回面是 但是江南 从心往后 用我来承计 你算什么东西 也被账款江南 放肆 我乃新晋公爵 而你 只是民间一个江南王 也敢和我叫嚣 只向了 加入宋寺 奏麾下之臣 将能 让你继续待在江南 否则 我就另换江南王 好大的口气 我江南界 还轮不到你 三爷 不知好歹 我请点你为江南王 从今日起 替我宋家 代掌江南 谢公爵 我愿为宋家 赴汤党伙 万死不吃 你 给我滚出去 瞧少宋家 这看人天 我看你真是 不知青刀帝后 咬那名头 有未可知啊 雷鹏 是江南 还敢这么叫叫 你条断棋之拳 你敢吟吟狂吠 放肆 我乃是先进江南王 雷鹏 你竟然为了一个 冒牌天师 与我宋寺作对 我知道你最大的 一拖嘴是天师 可这个小子 冒足天师 你知他背后 已经得救了天师福 另外 李可知 我本次赤风 会由天师亲自操办 天师 亲自 为你操办 不错 如果你现在臣服于我 我可以考虑在天师面前 替你免费起去 否则 我会让天师亲自将你 逐出天师福 你说什么 你要在天师面前 替我美言几句 天师对我亲爱有加 我说的话 天师都会给我个面子 扎言不惨 你算个什么东西 也配得到天师的青睐 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好 从今天开始 江南没有你的立足之地 你给我滚出去 天哥 我是自让你滚 陪我滚出我江南剑 滚出江南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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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了吗 三弟好厉害 连江南王都可怕 今天江南王对咱们不是高 啊 今天咱们都办了他的职位 让他滚出江南剑 连众人都得复合我们宋家 咱们宋家要崛起了 一帮蠢祸 我看你们是自掘坟墓 自掘坟墓 人士努力 您知道宋爵 天师清暗 还来找死 真是有眼无珠 好一个有眼 你们在场摆双眼 的确有眼 被拉上雷船了 还在摇旗纳 真是鱼不可及 你敢嘲笑我们江南剑 一群鼠辈 也敢成熟吗 张罗 你搞错的人还不够多吗 你为什么不停给自己树底 你只是一点理智也没 没有理智 是你 姐 别那么废话 天师马上走 怕他还能装多久 到时候 你可别跑 我就站在这 我看谁敢动 你个小畜生 太嚣张了 我本想给你个机会 见见真正的天师 让你死都明白 但现在你没资格了 我宋家的赵天燕 容不得你放肆 把他给我废了 在天师和北王到来之前 把这三个蠢才也都给我赶出去 晴依 我再给你媳妇 站在你是忠诸俊俊 废人 你可以单独 我也就站在这 看谁敢动他 不知好歹的东西 炸着把你 还有你跟他一起废了 诸位可以动手了 大将王 换换凉 我看谁敢 北王来了 小畜生 你运气不错 我先迎接北王 待会再收拾你 你的死 其道 你明明有机会一定 非要准备取取 北王已知 你已经失去了最后的机会 你好自为之 是吗 那我拭目你的 宋家宋风 拜见北王大人 北王大人 您何不提前告诉我 我好去门口迎接您 北王可不敢劳您大侠 我虽是大侠公爵 但和北王您相比 还是差了一几 理应去迎接您的 对了 北王大人 这位是我的母亲李凤梅 见过北王 这位是大姐宋婷婷 这位是二姐宋婹婷 见过北王 你就是宋婷婷 北王 您就是过我 如雷贯耳 使滔天富贵为气旅 望庐山景为尘埃 大侠 何人不知你的大名啊 北王 你为什么这样说我 北王 你为什么这样说我 宋小姐所作之事 大下皆知 你何必反个敦 姐 这是怎么回事 你都干得些什么 你扯 做了什么事情 竟然丢罪了北王 你想害死我 北王大人 我姐若有得罪你的地方 可否看在我的面子上 聊她一次 啊 若北王大人不愿意的话 我就将她逐出宋家 你说什么 我带宋家登顶 你却得罪北王大人 拖我后腿 简直最该万死 你要害我儿 等不了顶 我拔了你的屁 从今日起 你与宋家再无关心 我没你这个人 宋小匠 你还得罪北王大人 你是我宋家的坚固罪人 我宋平平不知道哪里 得罪了北王大人 请您给我一个解释 你敢向本王要解释 我知道 宋平平 因为虽不如北王 但是我没做过的事情 北王 你也不能无端的面目 我从来见过你 你不可能得罪你 还请您给我一个解释 宋小匠 你疯了 敢吃我北王 你不要命啊 你要害死宋家呀 密碎 真是疯了 敢吃我北王大人 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我没有做过的事情 为什么要污蔑我 我不会是想要一个解释 我对宋家的付出 比任何人都多 你们为什么要把我逐出宋家 简直是在胡说八道 你没得罪北王大人 他为什么这么生气 我懒在你头上 你好大的大脑 宋家崛起 陈客玩 跟你有什么关系 宋平亮 你太过分了 你们 你们 你现在感觉到 被污蔑 被抛弃的死人 早知如此 你是在落井下石吗 我落井下石 看到我被北王污蔑 被宋家抛弃 你很开心是吧 你就这么喜欢看我的笑话吗 你想 北王污蔑我 宋家抛弃我 连你也在看我的笑话 我宋平平 到底做错了什么 值得让你们这样对我 宋小姐未免也把自己说得太无误了 当初你质问张先生时 可不是这个表情 怎么 才被质问了一次 你就伤心欲绝了 我 北王大人 我这就将他逐出宋家 此事翻篇可否 宋家还真是果断 亲情说断就断 哪敢得罪北王大人 已经不是我们宋家人了 亲情和大义 我宋风还是分得清的 大义灭亲 如此干脆 区区公爵委屈你 北王的位置 应该让给你一坐 北王大人万万不可 这次 霍利侍奉我为 新晋公爵 宋风已经很满足 至于这个王位的话 等我以后有了新的功绩 再风不时 放肆 你还真敢奢求王位 北王 我 我今日来此 是带帝君宣布一件大事 二嫂 肯定是赤风你为公权 宋家宋风 人品隔剑 居心叵测 宋婷婷 目光短险 建立妄议 宋瑶瑶 两面三刀 卑鄙下作 李凤梅 处心积虑 鼠目寸光 江南宋家 费心弃义 落井下石 德不配位 我 大厦北王 万苍梁 奉圣旨宣布 取消宋家 赤风宴 剥复 宋风公爵之位 贬为庶民 以敬 效尤 这 北王 北王 你有什么资格剥夺我的公爵之位 这是帝君的旨意 莫非 你想造反 我说八道 帝君对我青睐有加 获利赤风我为公爵 怎么可能会看不起我 一定是你在其中搞鬼 你敢质疑本王 我在军中 屡立战功 头脚生若 天姿卓月 帝君对我青睐有加 获利赤风我为公爵 怎么可能会轻易地把我废掉 我知道 一定是你看我钱力无限 怕我威胁你的位置 故意假传圣旨 原来是这么回事 你没看到 他刚刚问我 想要王位 他就是看我钱力太大 怕我抢了他的位置 原来如此 你个老东西 想断我宋家荣耀 你做梦 愚承 你在军中 浩石烂作 劣迹斑斑 还敢妄言 屡见军功 头脚争容 天姿卓月 你用脑子好好想想 就凭你 也能被赤风 你的赤风 另有原因 你的赤风 因为他人而破例 你什么意思 你说我是因为他人 而被破例赤风的 你问谁啊 一个对你们宋家 恩重如山 赐予滔天富贵 带来青天气云之人 一个被你们宋家 施为起 落井下石 恩断一绝之人 说 他说的是我 大厦北王 万苍凉 外界天尸 什么 这怎么 这 北王给的下棍 还难道真是天尸 北王免礼 谢天尸 现在你可信我是天尸了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你这个废话 不可能是真正的天尸 真正的天尸 一定还没过来 到现在你还敢质疑 天尸五三大神王之一 大神柳京得到 柳京成 奉天尸府最高旨历 携十八重天尸聘礼 向中州王庭嫡女 郡主顾轻衣提亲 一重聘礼 龙虎玄丹 二重聘礼 天山雪人 三重聘礼 龙凤如意 四重聘礼 万两黄金 五重聘礼 从来没见过 这可是真爱呀 什么 连亚洲首席豪宅 星河湾都有 居然是星河湾 这也太让人羡慕了 第十八重聘礼 天尸同前 请顾君主笑纳 正罗 这 拿出来吧 一纸昏书 同前为聘 上表天体 下明地府 小禀众生 通玉三剑 天地为剑 日月同星 请顾君主 收下婚约 请顾君主 收下婚约 驾与天师 什么 顾君主 收下婚约 驾与天师 朋友 注意 情依 你愿不愿意嫁给我 我愿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吾 和好 你真是什么话都敢说呀 你们宋家视我为巫敌 觉得我虚伪 贪婪 忙口慌 把我扫地出门 这是吾 昨晚在黑金宴 你们说我蒋冒天师 与我割袍断衣 联手江南史家要封杀我 这是误会 今日要大放厥词 与我针锋相对 要拿我性命作为赤锋恨 这也是误会 如果这些都是误会 那天下不会有误会 怪他 怪他 这件事跟我跟风人都没关系 你可不能轻炼我 我在宋家三年 过得不如夏日 你们有把我当作宋家女须吗 这是对你的讨厌 是 那我现在也给你的宋家讨厌 传天师令 今日起 天师府与宋家团队一切关系 凡是与宋家团队和屋主将难除名 宋家团队 妄免之事 由北方亲自入伴 属下 这就才令废复宋家团队 免宋家团队 免宋家团队为数 不请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我也许是对不起你 宋家也可能冷落了你 但你在门口答应过我 不想宋家敢尽杀绝 为何出尔反尔 我只是收回赐予宋家的一切 至于宋家能否平心绝起 这才能放 不是 绝对不行 你这就是在赶尽杀绝 除非一套风儿的公爵还给他 公爵这位房头 那是我的东西 你这个东西要是当了公爵 那江南便暗无天日 不是你东西 永远不是 全完了呀 我可以跟他脱离关系 你看 你看瑶瑶怎么样了 她有恋性 又漂亮 她明天都是全白贝 妈 我 妈 我 你娶瑶瑶 怎么还是你家人 我还是你岳母 小枫 还是你小舅舅 我门也黑 怎么不 你看 瑶瑶的身材比他好弯 你娶瑶瑶瑶瑶以后是天师夫人 孝芬 还是大夏的公爵 我 就是 天师傅的老太君 大子 你算什么东西 也敢忘想天师傅 你们的算朴打得可真心 竹子都崩到我脸上去了 人 把他们赶出去 我不想再见了 是 妈 你不想想办法 我们要被赶出去了 张五 不是 为什么你要对我这么绝情 你为什么要对宋家感情杀绝 三年 你在宋家待了整整三年 难道和我的三年相处 你会不会你一丝真情吗 宋家 你不觉得这话特别耳朵 就在前天 我跟你说过同样的话 你是怎么回事 我 你当时是怎么回答我的 你还记得吗 你要是不记得的话 我帮你回忆一下 你 你之前跟我说 只有穷鬼才会感情用事 你姐只在乎 金钱 权势 地位 而不是陪伴 你姐想要的 我统统给问 而你 不仅认同此事 还告诉我 你我之间 门不当户不对 强求只会是浪费时间 现在你来访问 我有没有感情 这就是你宋婷婷说出的话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我的好女婿 她们不懂事 我给你道歉 堂堂天师 别跟她们一般见识 咱们是一家人 宋家 不能没有你呀 徐 家人 你曾几何时 把我当过女婿 就在今日之前 你可曾正眼瞧过我 那都是之前的事了 只要你们就是 这些小事不放 我保证 你跟田田 筹过于好 你们宋家的门口太高 我高攀不起 是我有眼无惊 竟将田师去之门外 是我毫无自大 竟就以为是我自己 将宋家带领上的巅覆 是我摸尽寡义 冷想无几 竟然放弃了 最珍惜我的人 是我宋婷婷 有眼无中 送客 快点快点 走走走走走 走 哈哈哈哈 是我宋婷婷 有眼无中 送客 快点快点 走走走走走 路上 我在上面呢 你不是要动我生路吗 来吧 来吧 不不 这是饶命 我不敢了 这是饶命 饶命 我再也不敢了 我再也不敢了 天师 饶命 饶命 我已经给过你很多次几分 是你自己抓住 现在来求 完了 我再也不敢了 我再也不敢了 天师 饶命 我救命了 我再也不敢了 坐下去 饶命了 天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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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你呢 我天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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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教不耿 其最难逃 雷鹏 把他们所有人都逐出江南 永远不许回来 是 这是我天师 清一 今日这场宴会 是我特地为你们办 今日起 中州王庭 顾清一 唯我天师 福 福主夫人 龙岸 天师 龙岸 责任 在 真正 历 帝君替你我发出请题 邀请全球强者 余下远 祖三 前往天师 府参加你五蹲 全球强者 中 全球强者先主上赤刀菜 手之不及主上大婚应当全球来婚 我一定给你一个天底下最浪漫的礼物